大家好,我是虎夫骑车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块 Vendai Namco推出的振作兽 Godzilla 那么它已经是Godzilla的振作兽第三弹了 第一弹的话是一个红灵Godzilla 然后之后第二弹第三弹 体型的话据说是越做越小 那我们来看一下玩具本身的细节 虽然体型有所缩小 不过的话 因为我的入手价格是台币380元 私立店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已经注入能量 变成粉红色或者叫紫色的背棋了 可以看到它跟本体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分件组成的 手腕的话这个地方 其实看似可以转机都不行 那一些棋的部分的话 都有上一个紫色的棋面 嘴巴的话里面有个舌头 里头也已经整个都已经是发光的状态 连眼珠子的话呢 都已经变成紫色的啊 然后身上的鳞片的话呢 以这一袋啊覆盖的是做的也比较精细 下巴这地方有一些尖刺的一个表现 那不过摸起来的话呢 还是比较舒服啊 就整个都是一个大胶的一个质感 然后放在桌上啊 绝对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款玩具 这造型来讲的话 我觉得配色啊什么的话 其实表现还是非常不赖的 以这一款这个CP值来说 我自己是比较推荐的 那如果各位你也喜欢口积大的话 这个玩具我倒是觉得可以推荐一下 好吧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期待给我的收看啊 我的嗓子还是没完全恢复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